志明要请教阿爸老师的问题 是他状的这个油加利 他的手口基本的 会是一粒一粒 这不是刷糖 这个应该不是刷糖 这个刷糖通常 假设是这种刷糖来说 那么他通常 那么他是在 较近来的一个 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一般来说 通常是较没这种 这个问题 那么通常 这个油加利 这种 这种 这种刷子 这一类的这种树种 那么他通常 他还蛮会 蛮会吃水的 这种 这个东西 这 较容易吃水 所以 他在生长的时候 他根部 他可以有一个特化 那是你会看到他 蒸一个类 那是他的一个类似 储水的 一个器官 那个地方 哪里是一个肉流 那么这种东西 那么 他那里面 就会比较含丰富的 一个水分 所以如果水分较多 那么他通常 就能够来 帮他 牵在那种 那么这种 这通常 就是说 他是一个 这种类似 很神奇 反正 他就是 又耐汗 又耐淹水 这 如果是在植物界 里面 这算 海军六战堆 里面 一个这个蛙蜊 那么 你说像 仙人掌 很耐汗 但是 他叫 水音势 那么 像 这个油加利 种在这个水分辨 也没什么要紧 它是 很够吃水 所以 这个很特别 很乾的 也没什么要紧 所以 这个 可以给我们 好朋友 小周杰 了解到 所以 这个应该 不是什么 太大的 这个问题 那么 也许 自然生长 里面 就会比较容易 在这个 基本的 这个地方 会有一种 一粒一粒 这个东西 这没什么要紧 那么 你就不用 去管它 那么 这个 很多 那么 这种 就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 如果是 这种 现重 土壤的现重 在坚保的 这个地方 大概会在 它的根部 会增起来 所以 这个应该 没有什么 太大的 一个关系 那么 树干 这个基部 这个 这个 没关系 这个 是一个 很正常 很多 这个 可能 你有一段时间 或是 路口 比较多 还是怎样 在那些 所在 都会增起来 这个增起来 所以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这是一个 自然 一种现象 比如说 像 这个 嗯 美国水山 这种 这有一个 有一个 这 开始 在 在销 这个 落雨松 美国水山 那个时候 你就知道 这个 冬天来了 我们台湾 在台湾 看到 整个 增顶都 金黄色的 就是 这个 就是这个 落雨松 这种 那么 所以呢 他 很爱 他来 整在水边 他的金 也 这样 扑一堆 一堆 起来 这种 这都是 他 这种 这个 这个 是比较 没有什么 太大的 一个 这个 这种 这种 有时候 这是大自然的 这个 演化 这个 演化 里面 他出现了 这种 的 这个 情形 所以呢 这个 没有什么 问题 好